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今天的嘉賓主席譚志强 今天我首先要多謝昨天打電話的觀眾 和互聯網上留言的朋友 討論的題目是大家齊齊關注 關集口岸的總體規劃 關集口岸的總體規劃是甚麼呢 一會兒我們今天請來的嘉賓 立法會議員施嘉倫施生 就會展示給大家看 另外一位請來提供意見和分析的 就是北區社區服務諮詢委員會委員 黃人民 黃先生 大家好 我們的節目很歡迎我們港大市民打電話上來 和我們一起討論也好 發表意見也好 我們都非常歡迎 電話就在營光網上打電話出來 28789192 另外很歡迎大家網友透過連花會視網站 和我們交流或重溫澳門開港的節目 甚至爆料的網址在營光網上也看到的 市民用在Facebook裏面 就加澳門開港的專頁 我們還開通了澳門開港的微信公眾號碼 澳門開港 Call in Macau 另外澳門開港連續100期的節目裡 就在每期中選出一名最佳互動觀眾 就送上由珠海澳東美國債會所 提供1,000元的消費月份一張 首先,今天澳門開港的重點新聞 一名手錶店藍職員涉嫌偷走10隻名錶被市警拘捕 被捕男子,30歲,本澳居民 在中區酒店的手錶專門店養職六年 他向市警承認工作期間 在保險櫃先後取走10隻名錶 總值350萬澳門幣 之後將10隻錶典當175萬港幣並傳數倒書 市警已在檔舖起回案中全部10隻手錶 嫌疑人將被控信任之濫用和詐騙罪 將移送檢察院徵辦 沙梨頭方會向公務局遞交早前收集 超過2600個爭取興建行人天橋的簽名 並向公務局建議 希望借發展沙梨頭48號項目 為見行人天橋流落腳點 改善該區的交通問題 公務局城市改革廳廳長劉庸表示 沙梨頭48號是長期批租地 初步分析認為這個位置 可能是落腳點的最好選擇 會向上級建議 對原規劃條件圖草案作重大修改 增加落腳點的條件 特警隊計劃逐漸增加緝毒犬的數量 由現時的26隻增加至30隻 日後會增加在各口案 派出警犬的次數 擴大工作覆蓋面 以及加強打擊毒品犯罪 警犬隊隊長潘廣賢表示 1至7月 聯同海關一共揭發10張 經關閘入境的毒品案 手獲毒品約1.5公斤 數量較去年的同期上升三成 隨著收藏毒品的手法不斷變化 訓練警犬的內容也會與時並進 十四日全球博彩娛樂領袖IGT 和匯彩控股有限公司的子宮 StickLT Game宣布聯手 簽訂了一份為期三年的協議 根據協議 IGT將負責在美國和加拿大分銷 LT Game的直播電子倒桌遊戲系統 同時LT Game將成為IGT 在澳門的各自機分銷商 看完新聞 其實還有一段新聞片 有關今天的關閘口岸總體規劃 隨著內地遊客、外地僱員 及往返諸澳兩地生活的澳門居民不斷增加 除了令本澳交通運輸、樓價租金、物價通脹等等的壓力不斷上升之外 而孔北和關閘口岸的通關壓力每日亦俱增 我們之前也做過相關的報道 每日開關湧入的人流和巴士站的蒸籠情況 令記者想起都怕 過關的話就能耐久一點 對,你過關時間長嗎? 還好,十幾分鐘 很多人很多人 通道就分到澳門或澳門 上面或上面人 他們好像過關在一起 樓下的巴士總站改一下 過關開多幾條拉 根據統計的資料顯示 2011年經拱北關閘口岸出入境的客流量 超過9000萬人次 2013年更接近9900萬人次 每日的平均客流量已經居全國的第一位 立法議員施加倫日前在議會中提出 當局早前推出的輕軌關閘路線 但未提及到關閘樞樓改造的方案 更沒有綜合規劃輕軌、的士、旅遊巴的佈局 施加倫表示 世界各地都將口岸和輕軌作為 優化當地商業配套的總要平台 打造口岸經濟圈和輕軌經濟大 他認為當局應該考慮 在通關壓力超過設計容量的目前 有些什麼的應對措施 街坊總會副理事長周宜心表示 由於交通樞樓和市民息息相關 應該按步驟班做好規劃 並做好公眾諮詢 另外我們期望做好增設的運私中合體 運私中合體一定是和關閘方面的 關閘的閘點一定要有機結合 運私中合體希望設有的總站 作為一個分流 因為現時關閘無論是交通 還是人流方面都比較混亂 希望有一個運私中合體設在的時候 有系統去理順交通的一些設施 但是對於進攻無期 和還在諮詢裡的輕軌不斷 怎樣可以舒緩關閘口岸出入境流量 工程師學會理事長胡祖傑有不同的見解 關閘這裡再建一些新的設施 當然是最好的 長遠來說是最好的 但在短時間內就會影響旅客的出入 關閘都擴建了一次兩次一次半 其實一個大規模擴建一個小規模擴建 其實現在的容量當時都可以說是滿足到現階段的需要 或者將來十年的需要 將來怎樣擴建呢 當然就是說開多一些關口 譬如將來的港珠澳大橋那裡也都有一個關的 那是不是有可能以後在珠海來的旅客 也都可以在港珠澳大橋的落腳點那裡出來呢 是不是也都是分流 即是變成在就近的區域 有三個不同的口岸 我相信是有 港珠澳大橋一定有一個 恐怖有一個 粵澳新通道有一個 其實將來是可以分流的 當然現階段相信也都可以應付到 只是說有些措施上面 好像市民投訴 為什麼沒有一個專門給澳門市民使用的通道 或者是有一些跟其他旅客共同使用 這個排隊是投訴而已 相信現在過關的情況都比較快 哇 真是網媒止渴 要等越澳新通道 今天港珠澳大橋 不如薛嘉倫 你再解釋一下 現在你們的想法是怎樣想法 還有總體都是怎樣的 那天立法會都說了 其實都不是說有什麼說法 其實我是說 為什麼政府有這個能力 以及有這個需要去做 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說了關閘現在存在的問題 一個就是地下巴士 它整體的巴士站 因為空氣不流通 形成一些廢氣等等 另外一個就是現在我們有沒有發現 可能大家都知道 我們有一些旅遊巴士 基本上都過大陸關 過一個底再回頭 原因就是之前設計要去關合照 接客的時候 那個位置是不能下去的 變成要去大陸過關 跟我們現在澳門的車 爭道一起去排隊過關 其實它都沒有過大陸關 它就在山北管那裡轉過來 要聽過來 這個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第三就是說 我們整個每一個地方 都有總體的考案總規劃 我們澳門、北大門 你看看我們北大門的整體規劃 我覺得對我們現在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我一直都沒有規劃 所以現在呢 就是我們希望 政府在做輕軌這個時間 特別是關口這裡 做一個總體整規 總規劃 在2011年政府是有做過的 所以我說為何政府有條件 它提出有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的難點 就是當然剛才 之前也在立法會有答過 因為那裡每年接待這麼多遊客 如果去整整整體規劃 會不會處理方面要怎樣處理 另外一個就是巴士總站 以及那裡要怎樣處理 所以我為什麼 當年11年其實做了規劃 我們包括等一會 我想黃人民先生都會說到 北區寫資委在11年 都做了一個綜合體的總規劃 所以我剛才為何要拿這張出來呢 第一 A這個地方 現在的旅遊車 它有一部分是私家地 這個呢 就是工人球場 新工人球場 這個就是廣場 這個就是現在的特警總部 這個就是我們後面的旅遊車 等近區 其實怎樣說呢 這個整體來說 差不多都是公家地 所以你說有沒有條件 絕對是有條件 其實工人體育場的地 仍然是公家 只不過工聯會有個球場 讓他們管 是的 所以這裡 地權都是政府的 所以這個很重要 所以我說整體 如果我們不配合這個做輕軌 一起去做這個口案整體規劃 包括我們考案經濟 包括我們考案現在的社會服務設施等等 當年提出 所以我就說 在議會質詢我都說了 當年11年請了兩間公司來做規劃 到現在政府這兩個規劃都未拿出來 為什麼不拿出來 所以我現在追的就是追政府 就是要政府拿回這兩個規劃出來 給大家盡快給市民去諮詢 一次搞定 是的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性的 所以我一直要求政府要做 那黃仁文先生 你有什麼意見這方面 首先我很開心 因為我和師兄一起討論 今天我們這個主題 就是關於關閘考案的總體規劃 其實我也有留意到 施議員 每天有說到的 他不單止說在這個規劃裏面 是提升到 其實是一個考案的經濟力 應該說的 以及一個輕軌暫點的經濟力 這位師兄其實 他曾經他自己都說過 是北區出去的一個語言 我都很相信 他都會很留意北區的 建設規劃方面的事情 他也會 剛才有提到 在11年的時候 我們一起在北區寫資會的時候 其實我們在寬姐帶動之下 我們有一個研究的 正正是關於在北區 我們去規劃 去設置一個現代化的經濟綜合體 究竟是可不可行的呢 今天就真的很虛心 因為伊花雅師兄現在是一願一行 他也是以問以做基礎 今天我們那個廉花圍士 說出來這個焦點 證明我們當時所想的事情 是一步一步得到一個證實可行的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現在你們的想法就是 這個整體規劃應該怎麼搞呢 究竟好像在過羅馬洲的模式 羅湖的模式 還有其他的方式 其實我覺得整體關閘的商圈 經濟圈應該充分利用 你看看我們珠海的深圳 其實其他國家很多的公共和國外商場 都有公共和國外商場很大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即是羅湖口岸都很成功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我經常說 我們澳門 我們不要說 當然可以再望遠一點 因為我經常說 如果口岸這個 將來的總體規劃 其實搞得好 不用大家進來市區欠奶粉 是可以去帶動 買什麼都可以買得到 可以帶動什麼 可以帶動將來北區的舊區重整 沒錯 其實是可以整體帶旺整個北區 所以我覺得 所以總體規劃你看到 都去到 漢台街 當時都去到漢台街 漢元街、漢台街、漢台街 是全部的 當時是有的 一條大直路 現在都有的 現在很多舊樓 根本已經不完全符合 經濟原則太危 所以在這個 當年他被羅良和頂漢 兩間公司去做整體口岸的總規劃 其實包括各種基礎 社區設施等等 都有提出 包括我們的車站 其實這個經濟圈 我不單說這個口岸 將來可以做什麼呢 將來我們還可以 包括越路新通道 現在對面有我們的公屋 也有酒店 其實那裡也是一個圈 其實這個可以對接 是可以將我們的北區做得很好 我經常說這個為什麼要做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社會的機會 澳門的產業是非常單一 現在很多人說真的 這個商鋪 又好 又貴 如果政府做一個總體總規劃 政府一個總體一個公司 或者去管理 我想香港 大家都知道 香港有這樣的整體規劃 現在九龍基鐵站也是這樣的 都已經是這樣的 五棟建築物 五個長任你買東西 所以這裏 其實我覺得我們政府 我們不是看現在 我們看10年20年 政府現在為什麼要看20年 包括我們的長官也好 我們的政府 將來我們去翠鏗 我們去橫琴 等等這些地方 為的是什麼 為的是爭取更多的商業 沒錯 我們澳門本來就有這個資源 和更好的東西 為什麼不做 為什麼不在澳門做呢 我們澳門可以做得更好 我們現在線上有位袁先生 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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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什麼問題要問 或者跟我們觀眾 兩位嘉賓討論 這件事就不是民意 應該就是電密的 是吧 我們說真的一句 客量一天比較高 尤其晚上老闆都反應 今年應該過億的了 現在回流率 晚上去過夜 再上班的人 人數是一年一年低增 是 其實我們很多口岸都可以分流 是 但是我們的奸集 總是好像地方就這麼大 是吧 但是根本它無法配合大陸那邊的海關 大陸那邊的海關 大陸那邊比澳門更快 你人多不要緊 我又再開到旁邊的那個倉 他有東配流 西配流 其實我跟你說 我們可以參考一下 現在新建 新建 黃江口岸 是 沒錯 下馬頭至黃江口岸非常好 這裏 你不要看它小 人流速度非常快 為什麼呢 因為它那個醫道 醫道的設備非常好 但是我們本身 而且國家有行人走道 你不用走 跳上去就行了 再加上我們現在的設備 尤其是設備問題 國家的設備 我們根本上是追不到香港的 有一段時間都追不到 不要說 我們不僅設備追不到香港 我們管理也追不到香港 不用說了 其實還有一件事 我們香港是被人欺負的 澳門人 澳門人 然後澳門人 過到那邊 你都是屬於火狂的了 不要說一條專道給你 澳門人走的 尤其去到其他個口岸都一樣的 但是我們不是的 是專門給香港人走的 還有一件事 就是傷殘人士 那個叫做無障礙通道 是 他就寫明是槍殘人士 就是推輪移才行 是啊 但是不是的 其他國家的 就是殘疾通道來的 是 就是帶有病患者 長期的病患者 都可以使用這條通道的 而我們澳門就沒有使用到的 現在要多多關注一下 這些東西 我希望議員在這方面 好 還有呢 我要探討的話 就是你現在 中國大陸那邊的 吞吐量 還有我們排出的量 根本兩者之間是不配合的 完全不相稱的 是不配合的 為什麼呢 他有四個關口來對著你一個關 根本上就是我們協調的 這個東西就要 他反映就是 東配流西配流那邊 一開幾十條的 一人多就 其實我們選擇遊客 這幾天立法局裡面 我都很留意一件事 你說搞什麼 什麼 這個灣仔通道啊 這些等等的系列 這些是不知過度的事情 我想都是 所以目前為止 現有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做到的事情 就必須說 將遊客全部去環琴口岸 是吧 這個已經是忽略了很多客人 現在的情況是這樣的 你搞錯了 我講過了 實際上是早了 他由於怕 所有的旅遊巴 塞在環琴口岸 所以他一半就從拱北入 一半就環琴入 然後雙方 一個就從北到南行 一個就從南到北行 一個就從南到北行 於是就不會塞在一起 現在我們的問題要查出一件事 是什麼呢 中國的證件 就是 去過澳門的 通能證件分有兩種 是 一種自由行 一種的集體登記 又快很多 是的 現在的集體登記 全部都在行這裏 我們是有待於改善的了 因為國內裡面 不是說 所謂的全部自由行 其實是名副 其實是邊商自由行 只不過是交多二十元而已 交多二十元之後 變成那條優先通道 他就過了 一過了 我們澳門這邊也有多人 是啊 是不是先人 又不是多人 變成這樣 是不是要改變下去呢 這個也很重要 好多謝你的袁先生 我們現在電話給他多 我們先去聽聽一下 黃先生的電話 黃先生 是 譚伯 施嘉倫 老位黃先生 晚上好 晚上好 那 我有些 大膽的提案 施嘉倫 我想你 連你問 就是 陳先生他們那幾位 提案給立法會 其實最迫切 就是 提案給政府 可不可以 就是 那十幾萬勞工 就是 在那個月 你沒有等那個月 到新通道了 在那個 朱澳那個 現在家工區 那個 他們24次通關 過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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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那些勞工 在那邊 提案去 是 另外第二步 就是 分流 那些旅客 在橫磅一部分 過 減低 關閘通關的壓力 至於你說 你將它合併 你那個 你那張紙的ABCD 就是 再重整 再整個規劃 我想再等多15年 都未達到 因為我們澳門政府 沒有一個 完整的規劃 是 五年 十年後 後 就希望 現在是 減輕 現在你勞工越來越多 就 疏通 疏通 一部分的人 就不要逼 那個關閘口岸 然後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來 你說 就是 遷徑 還有工人扣場 還有 那個地下 我想 等多兩屆 你再 再重選立法局 我 是不是等斯嘉倫 做鄧首 這些 不要 天馬行空 就是 實際這個問題 如果 儘快 就是 向 廣東省 爭取中央 24月 24月通關 那 那個關口的 迫切性 你不用說 等那個 南宇哥那邊的新的通關 或者 2017年 另外 兩邊的口岸 我想 就是 我本人的看法 最迫切就是 現在 你那個 青州街工具 你反正都開放的 你只不過是 造車手續 是 給現有持有的勞工 在那邊過 黃先生 我指一指你話頭 你說得非常之好 其實 施議員 不斷地說了很多次 類似的事情 你們有相同的論點 那要不斷地提案 沒錯 施家倫 沒錯 我早幾天 在傳媒朋友訪問我 其實我已經說了 其實我們可以完全可以利用 跨境這個 現有的設施 將我們的外固 分流 直接走過那邊 跨境已經有了 我早兩天才說了 跟黃先生說的一模一樣 你問黃雲文先生 你除了這些總體規劃之外 還有什麼要說呢 其實 一個總體規劃的概念 除了剛才師兄所說的 一個社會支持 當然很重要 尤其是 今時今日的澳門 社會支持很重要 但其中一個 我們一定要留意 就是一個 雄熱配套 作為一個綜合體 雄熱配套 雄熱配套 如何實現 我現在先數一些數據 澳門現在總共 現有的口岸 一個空 三個海 三個陸 加上有七個口岸 現在已經運作緊了 加上有兩個我們看準距會做的 一個是新通道 一個是陸地封面 一個是A區的 一個是拱珠浩大橋 這兩個應該沒有什麼意外 就會的了 加上有九個口岸 以分我們現在現有29平方公里 多一點 加上四平方公里 橫琴局面一平方公里 和填海三平方公里 三十三平方公里裏面 有七個現有的口岸 而且你沒有忘記 在口岸之中 我們有一個全中國之中 是第一大的口岸 連那個貪吐量 剛才主持人所說的 已經過億了 今年肯定過億 那麼多口岸之中 我們現在在說 如何去做好它 以我們前兩年 看公務局 剛才師兄也有說的 一個總體規劃 其實不單止是 令到我們的市民過關之餘 是有其他設施的 證明我們這個政府 不是沒有想到 問題是如何去做的 現在那麼多口岸之中 我們發覺有一個問題 我們的商業配套 竟然是零 除了我們的洪空 那個口岸 有少少的商業配套 其實是少到 好像一個中式棒 裡面的名牌有多少個 我們可以數得出的 現在沒有說 和其他世界級的口岸比較 現在海南島都已經不是 你發覺到 但現在我們澳門有個有利的條件 我們是自由港政策 在這一方面 我們很好可以利用它 說到商業配套方面 其實我們要說一下 我們中小企 現在究竟面臨什麼問題呢 其實我們中小企 面臨的困難之中 這幾年大家都知道是三高 高租金、高薪金、高雷貨價 其實客人都知道 不可以逆轉 深高你只能夠讓它自然發展 但是我們中小企 怎樣解救呢 其實一個辦法就是要重 我們要重回營業的高 營業高才能夠吸收到深高 營業要高 有什麼元素去做呢 我們在貨員方面 我們的客員方面 以及我們的場地方面 這就是三個要素 在貨員方面 其實我們剛才說過 我們有戰友廣的政策 我們在類似香港那邊的貨員 我們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都是低稅率的 我們的客員更加頂呱呱 不用說了 我們是優質的 這些數量很多 一年是超過三千萬的遊客 快到了 這些遊客在我們門口 就讓他們來 讓他們離開 客員 其實我們所缺乏的什麼呢 就是場地的問題 場地我們怎樣去重造 這幾年大家都有說的 我想議員們也好 社會國際人士也好 為什麼我們的場地 怎樣揭發呢 那場地怎樣去製造出來呢 因為場地被製造很長 這就是其中一個原因 我們直接來說 我們要是 我們中小企 進去遊客的地方去做 但現在沒有可能 太貴了 高造感太高了 另外一個就是 引一些遊客 來到中小企 舊區去做 這裡也有很多問題 整體的配套有問題 你怎樣去呢 交通也不行 就是不行的 最重要就是 有沒有條件 令到我們去重新的場地呢 講到現在這個問題 施議員一直都強調 我們的考案 可以變成一個經濟 我們的輕軌質點 可以變成一個經濟大的 這裡有對我們去發展 我講的主題就是這一方面 所以就在這方面 剛才楊敬說的 我也講一講的數據 其實最近有團體在關口做一個調查 其實都有七成人 基本有七成人 建議現在最迫切性的 就是改造巴士總罩 沒錯 那個地下是非常焗的 以及支持在我們的關口經濟 關係的商業經濟 幾乎被焗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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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遺憾天氣 到停車場 基本上 基本上 人們好像被焗爽 所以在這個 太陽車真的不能夠密封 其實巴士總站 我覺得這個當時想是不合理的 為什麼不合理呢 其實它整體的巴士總站 它沒有想到 它當時就像珠海那個蓮花口岸 它當時那些奇關車 一個小時一個小時開 沒錯 它沒有想到我們澳門巴士 六分鐘一步 一落到它是不關火的 所以那些局液 基本上空氣不流通 基本上是解決不到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是市民熱切 需要解決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 我為什麼要強調這件事呢 第一 我們要做這個輕軌 第二 在整體的規劃裏面 一年政府是有做到的 我們先上一位吳小姐 好 我們先聽聽吳小姐的意見 吳小姐 你好 你有什麼要問 詩緣和黃先生 我現在不是問 我而是因為我們 你每天都去買菜 因為我們的中年婦人 不去買菜 欠不到錢 但是我現在說的是 我們回來 嘩 我看到那些自由行 逼到整個大廳都是 我都覺得他們很可憐 為了什麼呢 好像為了我們來玩 賭錢那樣 所以我覺得就是 要是呢 他那邊呢 近住珠海站那裡 就是珠海英國那裡 他已經開了一個 叫做 關卡了 不過我看到他 十天 八天都不開的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他配套就有了 但是他喜歡不喜歡開的 那那邊呢 又是 又是 差在他開不開 東北流也是 因為 是的 沒錯 都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開 什麼時候不開 他深入來朝就可以了 蛤 他深入來朝就可以了 蛤 要是呢 一個就是拿澳門新聞證 就是可以 可以用 就是 手指無過的 那要是呢 那裡呢 就全部給了自由行 我們不進去了 那些機器 全部改了自由行 就是分得很清楚 勞工 自由行 和我們拿澳門新聞證的 就是大家又不會走錯線 我們逼逼逼逼 逼到進去 原來裡面是沒有人的 就是我們按手指那裡 就沒有人的 以前香港羅湖都是這樣的 三樓就是香港人 澳門人 是啊 二樓就是大陸人 和某些外籍人士 是啊 所以是兩條路走的 但是我們 在外面 就跟那些自由行 一起去逼的 他反正自由行 不收住門口 你就不能進去 是啊 那我意思就是說 意思就是說 為什麼你們 不分得很清楚 自由行的 一是就走珠海站 一是就走東沛樓 那但是問題是 喂 這些 澳門政府 不能夠干預別人 珠海事務 但是我意思就是說 那大家都可以溝通的嘛 我們是有溝通的 整天都 那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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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只不過我們每天都過關 其實我們很清楚的 就是好像說 好像說 中國好 澳門好 香港好 他怎會上澳門倒 澳門倒 那些人 那些旅遊 就放在外面 反正澳門走到好入面 有時候外面的大廳 塞到滿了 澳門的人 根本都逼不到進去 這是澳門的情況 其實 內地珠海那邊 其實過來 他都有一個分流 因為他全部放進來 全部 所有的線分 其實來到澳門 我們澳門就逼了 根本都過不了 所以他特別在假期那時候 才去開 還有在有時的分流時候才開 所以我覺得這個 吳小姐 我覺得在這方面 兩個口岸 還有可能去提升 再去做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去建議 我認為都是這樣 下一位是陳先生 我們電話很多 陳先生 你好 陳先生你好 剛才聽你們說的那些問題 過關問題 這些是特區 特區 我們特區特意做的 你走去 譬如你去買 買一個乳鴿 他每天賣一百隻 我逼來逼去都逼不到 我就來多一些 這是宣傳來的 口碑來的 你看 還有有人一到地上 乘巴士 他們趕著賺熱錢 這個是宣傳來的 你們千萬不要罵特區政府 雖然我們的官 我一向都認為他們沒有什麼用 但是他們是老實人來的 他特意的 你看看那個地下 那個停車 那個巴士斬 搞了三次了 我們花了多少公帑 仍然是天熱 每到11月12月 就天涼了 最普通一樣東西是施生 我就是老鬼 我就來走的了 他搞那個通天 為什麼你不搞那個抽氣線 把那個大抽氣線在那裡 那些空氣是不是對流的 你沒有抽上去 他怎麼動啊 我幾十歲 我都要有人推我 才能走的了 是不是 所以我說 我們的官是老實人來的 再說回第二樣 你說個輕軌 譚先生 師先生 我跟他說一講 拋開書包了 你讀過父子騎奴沒有 有讀過的 讀過了 那現在就是了 是啊 現在就是了 有些說在地上 你經過我理他的門口 你說會怎麼樣 是不是 還有還有一件事 你說我們交通 巴士這樣 初期那個合約 我是政府是給公帑買 你這間公司 和我負責的 你要跟我搞好那個村樓的 為什麼你做不到的 我仍然照給你錢 還有還有一件事 他就說沒有請不到員 有車就沒有人開 那你特區政府死的 你不進外奴 你只是要把那些外奴 是幫助澳門本身的工人不足 但是必須要同東同酬 你當時那些原底做的那些人 你不會看著你的資方 給多少錢那個僱員的 飲食業就說分散了 就是你看不到而已 一個賭場莊河 一個巴士 一個駕駝的 你們自己看不到的嗎 看不到他的僱主給多少錢 給多少錢請外奴嗎 他原來是用一萬人請本地人 你說不能進外奴 你就要給一萬人請外奴 為什麼你們看不到的 你特區政府不懂會出聲 那些團體不懂會出聲的 你把我們全澳門人的利益 你放到哪一邊 黃先生不好意思 你是諮詢會的 我又想請問你們 你們過一整天都說諮詢 政府有多少事情聽你們說 為什麼你們不拍桌罵他呢 特區政府的老實人 他是怕罵的 一罵他就賴尿的 你不要這樣幫一下我們 下次你們開門人 拍桌宵外台 拍罵他們 謝謝你的意見 謝謝你的意見 是這樣的 謝謝 剛剛位陳先生問了很多問題 黃仁文黃先生 要回答一下 其實說到關於厚案的問題 社資會的確是給不少意見 包括我們的不發脆罵 為什麼會經常在裏面調查 不可以去重順一些 以及那個配套 為什麼不可以由一個站 變成一個出入 只一個出入 我們都提了很多意見 其實我們也發覺 正如剛剛陳先生說 這個厚案的問題 的確是比較複雜一點的 因為它牽涉的多方面的東西 譬如說我們也曾經提過 是我們的關口的汽車的出入 也是一個印塞 車也是塞的 為什麼不可以在我們過關的地方 是要做一個更好的安排 令到我們的車 因為其中最大的問題 就是發除巴多 我們平時的市民也好 或者是想去上面做生意的商人也好 我們日日的過關也很緊張 但是我們變成是 每一次都要跟它並排去爭勞 我記得也是在社資會的時候 我們都有建議過政府 去做分流 去找一些不同的性質的車 是不同的路線 這些問題 我們就發覺政府的確 有他們的難題之中 他們都會按照我們的意見 嘗試去做法 就算是做得沒有這麼切大也好 但是我們都看得到 他們有回應這些封面的要求 的確一個口岸 是出入的車流和人流感多之中 一定會產生很多問題 譬如說剛才觀眾提出的問題是不少的 我在線上還有張先生 張先生 各位子儀加班晚上好 你說吧 如果在干集考案這裡 要規劃就要總規劃了 佛財巴就建了兩三層 搞我通道天橋讓它出入 這樣又規劃一邊 另外一邊呢 就說巴士也好 什麼也好 在高層啊 作為商業用途也好 各方面 要來一個大規劃 連工聯那邊的球場 規劃了 那裏我覺得應該收回地窄了 是呀 全部規劃了 有關方面那些 涉及到權益問題 坐下來談得慢慢規劃 這樣就作為大個天的了 這麼多事情 給各位參考 好 多謝你 其實我回應 其實陳先生剛才說的 我覺得剛才他覺得很適合 例如說巴士總鎮 你說了天井 其實你應該是有被他抽氣 或者是怎樣 讓他空氣對流 他剛才也說了一個怪形象 例如輕軌 為什麼每個人都說 不願意在我家 因為你看看 其他地方做地鐵口做好 大家都希望那個站在我家 沒錯 但如果勞動至馬路 可以帶動 周邊的商鋪生意 不知為何澳門 因為澳門你走了 整體 你走是走高架 所以大家 因為走高架 大家擔心一個安全問題 噪音問題 而政府也未夠 未完全出來說 至於巴士問題等等的問題 剛才我也想回應陳先生 其實澳門現在還未說 我們就是獻劫一個高官問責 如果是我們的官員可以問責的話 即是我們的官員問責局長 以上都有問責 高官不做十五年官 已經偷笑過你做到問責 如果你沒有一個制度問責 現在會不會高官做得任期 比特首更長 所以譚先生 我想說 如果這個官員不問責 其實永遠你看看 我們在立法會 我自己做了 今年現在會期都結束了 我的感受就是 我們無論市民 包括我們議員 我們議員 特別是我們民選的 是代表市民去說話 是啊 我們其實在發言的問題 就算提出一些問題 官員基本上 他喜歡回答你 他可能回答到你挨邊 或者什麼 其實在整體 為何會形成這樣 就是官員問責 他只是對特首問責 是的 在立法會本身的資源裏 當然基本法規定 我們每年的支出 有一個審查權 反正我們三分一間選 三分一委任 我實在多你直選 變成我們整體的高官文責 其實我覺得 一直以來 我都覺得要落實 不是 我們的高官文責 就是在蒲國時代 到現在都一樣 如果落實這件事 我想很多東西就可以落實 因為為什麼 說回來 為什麼這個口岸經濟 就是剛才張先生所說的 要做一個總體的規劃 張先生我告訴你 就是因為正正政府 2011年有委託兩間公司 被兩間公司做了這個總規劃 已經是做了的了 為什麼政府遲遲都不拿出來 所以剛才你也說了 有供應求場 其實這些全部都是政府地 為什麼如果是屬於政府地 政府是有條件 如果怕施加地 沒有辦法 這些都是政府地 政府是有條件去規劃 這個規劃不是說 當然在這一兩年的規劃裡面 未來將來 有一個劇場就是將來有一個問題 將來出入境的人流 那個年檢大樓的問題 將來年檢大樓 將來要再擴建也好 或者年檢大樓 一樣是 要遇到這些同一個問題 關閘巴士臨時代替點的問題 旅遊巴擺去哪個問題 我覺得這些都是現在要面臨 將來如果真的規劃要解決 我覺得我們有這麼多的口岸 有這麼多的地點 有 只要政府要解決 沒有理由解決不了 因為你整體的規劃之後 是整個 等於剛才黃蘇所說的 你是建立一個很大的商業圈 我剛才說了 如果為什麼要這個商業圈的原因 因為我們中小企現在是澳門 除了大企 中小企經營非常困難 租金問題三高 如果這樣 變成我們的社會的機會 越來越少 每個人讀完書 每個人就入賭場 又去博彩業 社會是沒有機會 一旦是公務員 一旦是博彩業 社會的機會是越來越少 所以我們澳門的市民 是不是想見到這樣 所以我都說 如果要再走出去 我們走到南沙 走到翠鏗 我們澳門都有這個機會 去規劃自己 可能五年十年 但即使我們南沙 翠鏗都經常過關 都要規劃的 但都要考慮五年十年二十年 我們澳門本來就有 為什麼不做得更好 自己可以控制的地方 又是一個北大門 我們將來澳門 要成為一個世界旅遊遊中心 這是我們將來的定位 我們連這些地圖 我們現在的北大門 一走進來 大家看到環境 聯七八糟 整體的算路 說好 或者過關的人罪 其實現在的整體 都是勸結的 我覺得這些整體 都要做的 就是我一直都是追 政府在一一年已經有這個規劃 我們線上的吳女士還未講完 OK 我們等吳女士繼續問 好 好 吳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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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香港的產業 由誰去推動 中小企的參與 是不可以挖掘的 現在問題就是 澳門的中小企正正面臨這個問題 就算是對外發展也好 這些都是遞企才有可能會走出去 你這個門檻怎麼降低也好 中小企未必有這個條件可以走出去 所以應該在我們本身 澳門在地才有可能會發展中小企 為什麼出現了什麼問題 我自己經常在大陸跑新聞就知道 如果澳門香港中小企入到內地 有很多古靈珍貴的 你中小企是頂不住的 他要搞你 你今天連抵抗餘地也沒有 陳Sir你最清楚 你都去過台灣 當年金融風暴 如果台灣不是那些中小企頂住 台灣就早倒了 倒了九萬年 他就是因為有中小企頂住 沒錯 沒錯 現在澳門的中小企面臨的是 人家賣蛋糕都賣得發達 沒錯 賣我啊 賣古靈精怪的食品 旅遊 做一些公仔 不能低估中小企的力量 吳女士回來了 吳女士 你好 你還沒說完 不是 其實我們說來說去都是過關的問題 是 嗯 因為好像你說的 還有一件事 其實是很迫事的 不過你們這些有錢人就不覺得 澳門的樓 是越來越貴 是逼著我們這些人 要去孔北買樓 嗯 幸運的 你是在孔北買樓 貴貴的 不幸運 你要去到 坦州 那好了 我就算那些年輕人不過了 那些老人家過了 那是否希望你們那些口岸 做得比較 是 暢順些 讓老人家好過些 那些年輕人上班 下班 好過些 舒緩一下那些年輕人 那種買樓 那種壓力 交通上那種壓力 因為告訴你 很多人情水病 不是說你現在表面看 什麼GP全世界第四 我們的壓力真的 分分鐘 在全世界都是第四的了 是 你對不對 我先說一下有沒有錯 吳女士 其實呢 我想呢 希望吳女士 經過今晚的互動交流 你多些留意我 其實多些關注我 多些監督我 因為我呢 其實在我議會這一年 我監督你一個沒有用的嘛 不是 我剛才怎麼說 我剛才怎麼說 你聽我說 是是 剛才你說得對的 我希望立法全部都是直選的 不用被那些商家佬壟斷 那吳女士 即是我怎麼這麼說呢 因為我基本上呢 我是非常之關注我們的樓宇 舊區重整 這些我是非常之關注的 因為我們的樓問題 你剛才說得很對 現在年輕人 做事 做完事 儲錢 二三十年都無法上樓 所以他當然是急的 所以我們一直要求政府 要多些公共房屋 包括先租後買 給年輕人 有個先租後買 一個後路 給他一個慢慢儲錢 所以我覺得 吳女士 你將來可以多些 多些被疫情 好像你說的 可能是兩年後三年後的問題 那我家裡的兒子 不是等你先租後買 我兒子才去結婚 最簡單的一件事 他買不起 他過去窮北 買一百多萬的樓 但是你在過關方面 暢通些 他上班下班 他暢通些 那他拿著一百多萬 他可以去窮北買一層樓 吳女士很可惜 我們今天不是主要說買樓的問題 我們給點時間 李先生 第七位 大家好 我剛才說 有關於關口過關的問題 其實大家都知道 關口的人流已經是多到這樣 但是車流量 大家都知道 那個發財巴 在後面那個停車場 大家在那裡搖搖樣樣 那些人進去 只是塞在那個 所謂的車輛過關那裡 大家知道是什麼問題 為什麼我們會這樣塞車呢 是因為我們自己 澳門那個所謂的駕駛的司機 因為他外地的司機 點對點 他才可以去到某個地點 要不然就變得過界司機 但是呢 我們這些所謂經營的人士 那些車去到關閘 就是這個排隊進回去 只是塞在那裡就塞死了 人又多 為什麼不在我們那個範圍呢 就是右手邊的停車場呢 是做連天橋直下去 那我亦都給過很多的意見 但是只是知道一件事 原來澳門的法例呢 搞來搞去就是 就講那個所謂的發財巴的司機 第一就是請不到澳門的司機 澳門的司機就不夠了 但是如果大陸的司機一下來呢 跨境就變得又超越了駕駛的方式 那究竟澳門是不是真的 大家知道那個問題的 但是大家不解決 那個關口的規劃問題 怎樣規劃啊 你最基本的都不會解決 人流已經不要說了 連那個發財巴去疏到人流的 都搞得大家在那裡塞 那其實不是不知道的 那李先生說來 因為我們時間已經到 所以我現在要讀一讀節目的 我們節目到尾聲了 今天宣佈 今晚最佳互動的觀眾 就是第二位的黃先生 黃先生 你獲得由珠海澳特美國製護所 蘇海泰斯巴提供價值 一千元的消費券一張 我們稍後做他的工作人員 跟他聯繫 我們很歡迎各位觀眾 可以積極參加我們節目討論 贏取轉例的 我們現在給我們半分鐘 施加仁做個總結 其實我在整體 我希望政府 2011年的總規劃 給我們市民做一個諮詢 另外就是組織一些工程界的專家 去開展的論證 究竟我們可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我覺得整體來說 這個是我們幾十年後的事 我們下一代人的事 不得嘩呼 所以我要叫政府 不要說 因為你現在如果輕軌 再這樣穿過去 就這樣在關口那裡 就這樣穿過去 如果不做任何規劃 將來澳門就不需要再改 因為他已經更加多 抱歉 現在打斷你 因為時間已經到了 我們下個星期一 就要講一個題目 就是特首候選人公佈政綱 究竟你是怎樣看 我們很歡迎大家 繼續打電話和我們討論 今天的節目到此為止 再見 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